千日金光佛说出来由 所有人才知道 这家伙是来要人的 可是大部分不是很相信他说的话 有人带着不屑 在飓风战船上杀人 开什么玩笑 真当飓风战船是什么地方了 这么多年来 谁敢在飓风战船上杀人 就是 找理由也找个合理点的呀 这算什么理由 佛族的人是疯了吧 难道他们用这个借口 找陆风商会的麻烦 不可能 陆风商会的主要势力在东周 或许佛族 想染指东周呢 各种各样的说法层出不穷 而且越说越离谱 陆万海身为飓风战船的管事 冷笑道 这位客人身份不一般 很尊贵 光是听您的一面之词 无法让人信服 不如您说一下 您的门人是谁 千日金光佛朗声道 老那的门人是日照大山佛 陆万海想了想 确实有日照大山佛 他现在正在自己房间内打坐 我通知他一下 这话一出 千日金光佛顿时皱眉 他明明看到 日照大山佛已经被杀死 怎么可能还会再打坐 但是看陆万海的话 似乎也不是假的 难道说 陆万海并不知道 日照大山佛已经被杀了 陆万海开始联系人 193 不过他联系的 并不是21号房内的日照大山佛 而是联系林墨宇 他知道 日照大山佛已经被林墨宇控制 他通过阵法 与林墨宇取得联系 但还没说话 林墨宇的声音便已传来 无妨 我来处理 随着声音响起 林墨宇也出现在船头 千日金光佛一看到林墨宇 宣了生佛宇 一股杀意已经升腾起来 若不是林墨宇 还在飓风战船里 他已经要动手了 这时 又有人走了出来 正是日照大山佛 千日金光佛看到日照大山佛 当场愣住 刚升腾起来的杀意 也彻底消散 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明明日照大山佛已经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假的 双目之中 佛光璀璨 可是怎么看 都不像是假的 难道是法宝出了问题 日照大山佛 朝着千日金光佛行礼 阿弥陀佛 日照大山见过长老 千日金光佛问道 你没死 这话一出 战船中看戏的人 不禁传出笑声 堂堂六轮太古佛 竟然是个疯子 人家好端端的一个活人 就站在这里 竟然问人家 竟然没死 真是太搞笑了 佛族都是这样的疯子吗 一阵阵的嘲笑声 让千日金光佛 变得越发难看 甚至连他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法宝出了问题 但想想又不可能 就在他疑惑之时 林墨宇忽然开口 千日金光佛对吧 你说我杀了你的门人 是日照大山千日金光佛 看向林墨宇 若是在平时 区区一个道尊二进的存在 连和自己对话的资格都佛吗 不一定够 可是现在 他不得不应对 是不是你杀的 你心里清楚 林墨宇轻笑一声 我完全不清楚 你是不是收了什么好处 专门想来杀我 千日金光佛再度愣了一下 他不明白 林墨宇话里的意思 林墨宇继续说道 我仇人很多 如果你收了别人的好处 专门来杀我 倒也正常 我能理解 千日金光佛更加纳闷 林墨宇怎么突然 说起了另一个话题 此时战船上的其他人 忽然意识到 林墨宇说的话 好像才更加接近事实 我就说嘛 一个道尊二进的人 怎么可能杀得了四伦太古佛 就是 而且这个四伦太古佛 还好好的在这里 这明显就是个借口 看来真像这位道友 所说的那样 千日金星佛是收了好处 特意来杀人的 只是借口没找好 佛族的人就是这样 表面上一副 众生平等的模样 其实暗地里 不知道有多黑 一盆盆的脏水 就这样往千日金光佛身上泼 不止泼到千日金光佛身上 还泼到了整个佛族身上 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无比看重面子 原本气势汹汹过来报仇 现在却变成了众矢之地 自己成了收了好处来杀人的主 千日金光佛 感觉一阵阵的憋屈 他意识到 林墨宇就是故意这么说的 就是要把谁搅混 但是自己又是白口莫辩 只要日照大山佛还站在这里 他就没有任何理由 这时 另外三个太古佛 也走了出来 日落木光佛 小日东升佛 东灵金日佛 他们来到赵日大山佛身边 朝着千日金光佛行礼 见过长老 千日金光佛 此时已经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 低贺一声 你们跟我来 四人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飞出战船 来到千日金光佛身边 千日金光佛 似乎还不死心 对日照大山佛一通检查 确定日照大山佛 不是别人冒充 确实好好活着 这时他才有些不甘心到 此事或许是场误会 陆管事 本尊向您道歉 陆万海冷哼一声 你要道歉的不是我 而是他 他是我们商会最尊贵的客人 你竟然想杀他 林墨宇挥挥手 算了 他可能也不知情 说着林墨宇看向千日金光佛 如果你还想杀我 请想明白后果 不是你可以承受的 也不是你们大日圣地可以承受的 说话间 林墨宇气息生疼 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压 席卷天地 所有人都被震惊到 虽然林墨宇只有道尊二经 在众多乘客中 这个境界只能属于中等 可林墨宇属于上位者的气势 却不是普通道尊可以拥有 说明林墨宇的身份确实不凡 非普通道尊可以比拟 这也从侧面说明 千日金光佛 或许真的有杀林墨宇的理由 千日金光佛 也被林墨宇的气势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后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低声喝道 走 金光笼罩几位太古佛 带着他们转身离去 他知道 再留下来 也是什么都做不了 有飓风战船在 哪怕林墨宇真的是凶手 只要他不离开飓风战船 自己就拿他没办法 看着千日金光佛离去 一场大戏终于落幕 林墨宇若无其事 回到自己的房间 慢悠悠地喝着茶 根本没把刚才的事放在心上 很快 外面传来敲门声 陆万海来了 林墨宇知道 陆万海肯定会来 笑道 陆前辈 来喝点茶 有什么事慢慢说 陆万海现在哪有心思喝茶 开口便问 日照大山佛真的还活着吗 林墨宇似笑非笑地看着陆万海 陆前辈 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 刚才众目睽睽之下 哪能没看到日照大山佛 就这样好好地活着 可是陆万海就是有些不敢相信 以林墨宇的性格 他不应该可如此轻易放过 几位太古佛 既然有办法控制他们 那么杀他们 也不是什么难事才对 可现在他们一走 林墨宇不是白忙一场 林墨宇笑道 其实啊 这些都不重要 反正过不了多久 他们还会来找我 陆万海微微一愣 此话何解 林墨宇道 我发现 佛族的人 很喜欢在别人身上留印记 刚才那家伙走的时候 又在我身上留了印记 陆万海露出意外之色 他竟然没有发现 千日金光佛 是什么时候动的手 这也说明 对方的实力 远在自己之上 可林墨宇这个 道尊二敬的人 却能发现 陆万海说道 留下印记也没关系 林先生到了目的地 商会里会有人来接先生 他知道一些内情 林墨宇到了以后 陆丰商会 确实会有人来接林墨宇 据他所知 来接林墨宇的那人 应该是为道尊欺敬的长老 所以 林墨宇的安全 不需要担心 林墨宇笑道 其实他来与不来 对我没什么影响 如果来了 我无非也是多花点手脚 把他杀了 不来嘛 就算他运气好 命不该绝 林墨宇说得很轻松 可落在陆万海耳朵里 无异于晴天炸雷 陆万海带着震惊 对方可是六轮太古佛呀 林墨宇笑了笑 没有回答 陆万海很知趣 立即转移话题 林道友 陆某多问一句 你刚才所说 千日金光佛收了好处来杀你 是真是假 林墨宇笑出声来 自然是假的 只是为了让他丢点脸 随口胡说罢了 陆前辈刚才难道没看到 他的脸色有多难看吗 陆万海自然是看到了 刚才千日金光佛的脸色 确实难看到了极致 林墨宇的一句胡说 已经让无数人相信 这是一传出去 估计着 整个佛族都解释不清楚 两人又聊了一会 陆万海才离开林墨宇的房间 回到自己住所后 陆万海想了想 还是把刚才发生的事 通过阵法 向着陆峰商会进行汇报 不只是刚才发生的事 连林墨宇控制几位太古佛的事 也说了一遍 没有隐瞒 陆万海知道 这件事最终都不可能瞒得住 那还不如自己说 按规矩来说 他已经违反了商会的规矩 肯定要受罚 他也做好了受罚的准备 半日后 他收到了陆峰商会传来的答复 一看之下 陆万海不禁被吓了一跳 达复来自东周的商城 是陆峰商会的总部 达复人竟然是三组 三组没有怪他 反而说他处理得不错 回去之后会有奖励 陆万海差点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竟然直接和三组对上话了 但同时 他也意识到 林墨宇才是真正被三组看中的人 为了林墨宇 哪怕犯点错误 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同时 三组还告诉他 不要去管林墨宇的事 只要他不把战船拆了 就随便他 这让陆万海 再度对林墨宇刮目相看 他没想到 林墨宇在三组心中的地位 竟然会如此之高 自己一开始的选择 并没有错 林墨宇在自己的院子里 继续如往常般 做着一些事 小巫三人已经回了规则世界 自从被种下印记那件事发生后 三人就没兴趣到外面来玩了 反正规则世界里 星辰那么多 好玩的事物多得去了 比战船上好玩 他并有把自己千日金光佛 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去掉 之前胡说八道一通 往千日金光佛身上泼了脏水 已经下了他的面子 在这种状态下 对方留下印记的目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找机会 杀了自己 林墨宇喝着茶 慢悠悠地说道 你要杀我 我杀何尝不想杀你 他说得很轻 却杀意凌然 飓风战船 在青鸟城停留半日之后 便继续前行 有关千日金光佛的事 在这短短半日内已经传开 不止青鸟城里的修炼者 都知道了 就连更远方的修炼者也知道了 妖族的八卦水平 一点也不比人足差 同时 很多人都在猜测着林墨宇的身份 当时陆万海代表卓陆丰商会 说林墨宇是最尊贵的客人 再加上林墨宇身上 展露出来的威严 他的身份 让人浮想连篇 短短几日间 各种猜测都冒出来 其中猜测最多的 就是林墨宇 是某个圣地的圣子 还有人说 林墨宇是某个圣地的真正传人 也有人说林墨宇 是某个顶尖老祖的私生子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而且一个个都说煞有介事 数日之后 整个妖族都知道了 人族里有个身份不凡的道尊 来到了妖族 以妖族与人族的关系 会如何对付林墨宇 也是很多人好奇的 飓风战船并没有深入妖族腹地 而是沿着海岸线 一站站停靠过去 不过距离东周 已经越来越远 在飓风战船 到达北周的第六站 在一座名为 苍凤城的城池前 停了下来 苍凤城 也是林墨宇此行目的地 林墨宇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陆万海已经在船头等着 见林墨宇出来 陆万海立即迎上去 林先生 我刚才接到了长老的船训 他很快就过来 林墨宇笑道 这一路有劳碌前被照顾了 之前的事 林某都记在心里 陆万海立即摇头道 林先生您客气了 陆某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林墨宇没有多说什么 有些话不需要多说 在两人说话之时 船头上也有不少人看着他们 见到陆万海 对林墨宇的态度如此客气 他们更加确定 林墨宇的身份不同寻常 半小时后 一道流光以惊人速度靠近 迅速来到飓风战船面前停了下来 流光散之 一条金质非洲 呈现在众人面前 非洲之上 一人先锋倒鼓 迎风而立 强大的气息自然散发 却令所有人脸色大变 七镜的老祖 至少是七镜 好强 我感觉 他比普通的七镜老祖还要强 七镜和六镜 差距真大 仅是自然散发的微压 就压得所有人呼吸停滞 林墨宇看到来人 不禁一笑 竟然还是老熟人 曾经在新封密藏里 被自己救出来的人 如果没记错 他名字叫陆增 道尊七镜和陆书道境界相同 但在陆家中的地位 不如陆书道 陆增目光扫过 朝着林墨宇抱拳 陆增恭请林先生 陆增一句恭请林先生 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恭请 还有他确实对林墨宇 透着一抹恭敬 所有人哗然 陆增是什么人 他们不清楚 但陆增是七镜老祖的身份 这是实打实的 一个七镜老祖 竟然对林墨宇如此恭敬 这完全超乎了别人的想象 哪怕林墨宇 是哪个圣地老祖的私生子 也不可能受到如此对待 陆增的出现 再次打破了 人们对林墨宇的猜测 一旦激起千层浪 可以想象 用不了几天 有关林墨宇身份的猜测 会掀起更多波涛 一道霞光从非洲上射出 直接落到林墨宇脚下 林墨宇微微一笑 踏入霞光 霞光带着林墨宇 落到非洲之上 林墨宇朝着陆增行礼 前辈 好久不见 陆增笑道 当日一别 十个多年在零一零见到林先生 是老夫之姓 林墨宇笑道 前辈太过抬举晚辈了 晚辈只是运气好 陆增笑道 有些事 何来运气 实力就是实力 言霸 他朝着陆万海道 林先生我接走了 你与商会说一声吧 陆万海朝着陆增行礼 老祖慢走 非洲化作一道流光 刹那远去 陆万海松了口气 暗自想到 没想到 凄净的老祖 竟然也对林先生如此恭敬 看来林先生 不只是被三祖看中那么简单 陆增低声道 冰火密藏距离较远 大约需要两日时光才能到达 林墨宇道 两日时光不算长 若是让晚辈来飞 几十日都不一定够 陆增道 多年不见 想不到林先生已成了道尊 而且还是二进 林先生的修炼速度 着实惊人 林墨宇很是谦虚 运气使然 陆增道 林先生就是太过谦虚 明明就是实力 谈何运气 那些所谓天骄和林先生相比 简直狗屁不是 林墨宇开着玩笑 你要是这么说 风瑶姐会打我的 陆增道 风瑶丫头自然不在其里 三祖用心培养风瑶 她走的路和那些天骄不一样 林墨宇明白 陆风瑶肯定会走和自己一样的道文之路 或许一开始不会如此 但最多在道尊四境前 就会转回来 有三祖在 陆风瑶不会走错路 三祖对陆风瑶的寄予厚望 反而对他的父亲陆书道 没有什么特别培养 三祖这么做 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陆增速度极快 转眼飞出百万里 底下已经是茂密古灵 林墨宇感觉到了一丝古怪 北周的灵兽数量 似乎很少 不知道原来就是这样 还是后来变得如此 林墨宇问道 前辈 北周里的灵兽 数量一直如此稀少吗 陆增道 不 北周的灵兽数量不少 也是在最近百年里 数量才开始急剧变少 这件事还引起了北周妖族的注意 他们曾经调查过 并没有什么结果 后来也委托我们商会进行调查 同样没有结果 林墨宇下意识认为 之所以会这样 应该和安塔瑞斯有关 安塔瑞斯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过林墨宇相信 安塔瑞斯这么做 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或许不只是东周和北周 其他两大周的灵兽 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林墨宇忽然朝着左侧远方看去 下一秒 陆增也跟着林墨宇一起看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 感应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正有人靠过来 从方向来看 正是朝着这边来 陆增道 有佛族的人过来了 林墨宇眼睛一转 前辈 麻烦您一件事 陆增道 是要杀了那几个家伙吗 林墨宇摇头 是要杀 但不劳前辈动手 前辈你收敛气息 这样他们才赶过来 否则他们 肯定逃得远远的 一个欺净老祖在这里 给千日金光佛族几个胆子 也不敢靠过来 陆增的气息迅速收敛 境界急剧降低 转眼间就到了道尊四镜 道尊四镜这个层次 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比较合理 随着境界下降 陆增的速度也随之下降 降到了和道尊四镜相当的程度 陆增道 我就在一旁看着 若是有林先生有危险 我会出手 林墨宇微笑 好 那就劳烦前辈了 片刻之后 千日金光佛的气息 变得十分明显 他以惊人速度靠过来 林身上有印记进行指引 他能准确找到林墨宇的位置 大约一小时后 千日金光佛 出现在了林墨宇前进的正前方 陆增十分配合 来了个急刹车 停在半空 千日金光佛 坐在一座火焰莲花的法宝之中 大佛今生意义生辉 万道金光在天地间交织 变成牢笼 将林墨宇和陆增都困在其中 在千日金光佛身后 日照大山佛 日落目光佛 小日东升佛 以及东灵今日佛都在 林墨宇看着千日金光佛 来杀我 千日金光佛低声道 始主污蔑佛族 本佛陀自然要行降妖伏魔之举 话没说完 千日金光佛 突然脸色大变 庞大的力量 从身边同时爆发 跟着他一起来的 四位同门太古佛 竟然同时动手 攻击的对象 不是林墨宇 而是自己 攻击来得及突然 千日金光佛 猝不及防 被当场命中 你们做什么 千日金光佛口吐怒意 周身金光炸裂 将四人震飞 同时 他一口鲜血喷出 显然已经受伤 虽然四人实力 比起千日金光佛 相差甚远 但有心算无心 也足以让千日金光佛受伤 四人被震飞后 迅速反扑回来 如同不要命一样 扑到千日金光佛身上 疯狂攻击 日照大山佛 和日落目光佛 同时施展大佛精身 一座高山带着猎山 朝着3.3千日金光佛 当头压下 日落目光佛眼中 升起金光 半空中出现一对 巨大佛眼 强大的铜树 携带着滚滚灵魂之力 席卷而出 千日金光佛怒吼一声 你们疯了吧 背后升起千颗烈日 无数火焰喷尸而出 千颗烈日如流星一般 撞向四人 轰鸣声中 四人被撞飞 一个个都受了伤 但四人依旧 不要命地冲过去 完全就是以命搏命的模样 千日金光佛 发现了四人的异常 蒙得看向林墨宇 是你 是你动的手脚 林墨宇微微一笑 你的反应有些慢 气韵大道真身轰然发动 身体变得虚幻朦胧 一缕大道之力 飞到千日金光佛身上 无声无息 完成大道所敌 气韵之剑随之斩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